看看新闻网 3月18日晚 某演员邀约我工作室于正 赴咖啡厅商谈工作事宜 虽非熟识但出于礼貌 于正仍然赴约 体间该名演员非但没有认真讨论工作事宜 反而一反常态 就新剧角色归属问题进行挑衅 因项目上在筹备 于正表示无法当场允诺 该演员突然情绪激动 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起身泼洒咖啡 继而对于正施加暴力 3月21日 于正工作室就于正被打仪式发表声明 称于正在与某演员商谈工作期间被打 被打原因是新剧中的角色问题 于正方面表示 目前他们已向北京市朝阳区平房派出所报警 警方还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 与此同时 演员沈泰也发表微博 毫不掩饰打人者就是自己 于正是我打的 跟上不上他的破戏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一辈子都不要上他编的戏都无所谓 每个人都是有底线的 我只能说认识这样的人只有恶心两字形容 与于正方面发表声明所不同的是 沈泰称一切的起因 与于正口中的新剧角色没有一点关系 让他如此不冷静 实则另有原因 记者试图致电沈泰本人 但他的手机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事件另一方于正 则不断通过微博表明立场 称打人者大有炒作之嫌 我帮过不少人 不介意换个形式再帮一次 只是下次新剧播出前 记得通知我一声 对于殴打暴力这等重口味的戏码 实在hold不住 这次就当是歌的吸引之作 希望能帮你大红大紫 人生中偶然的挫折不止一提 只要问心无愧 就算千夫所指也无所谓 于正的言下之意 就是沈泰借他炒作 据其由沈泰主演的电视剧 《练了爱了》即将上映 于正的新作《云中歌》 也将于下个月开拍 外界质疑所谓打人一事 很有可能是双方心知肚明 联手炮制的炒作 毕竟事发地的这间咖啡馆 馆内不仅空间狭小 晚上的灯光更是昏暗 而这一组于正被打的照片 却把过程拍得如此连贯 并且在那么幽暗的灯光下 拍照者还能在第一时间 就认出被打者是一个编剧 事情多少有点巧合 不过对于炒作一说 《练了爱了》剧组方面 拾口否认 剧组真的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对 剧组没有去做过这些炒作的事情 要借这个东西来宣传什么 剧组没有策划过这样的事 无论是声明还是微博 被打者余正都将自己 摆在了完全弱势的位置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 事发后网友们几乎 都站在打人者沈泰一边 光是沈泰那条 自称是打人者的微博 至今已经被按赞三万多次 就此外界舆论产生一编导的趋势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不管什么原因 动手打人 终究是有错在先 那为何沈泰的鲁莽之举 会得到网友如此的反馈 曾创作过电视剧《大丫鬟》 《国色天香》 北京爱情故事的知名编剧李亚玲 就毫不避讳地发表微博 支持余政谎话连篇 狂妄自大 狡诈狠毒 这也就意味着余政的声明 与事实有所出入 事实上余政声明里 口口声声地与沈泰不熟一说 的确引发了外界诸多质疑 翻看两人过往微博 不难发现 余政与沈泰曾经互动频繁 沈泰曾发微博 为余政贺寿 余政也常常在自己的微博里 点名沈泰 为其吆喝积攒人气 新剧新血液 娱乐新势力 At沈泰 余老板 你滴一定会梦想成真 生日快乐 无度有偶 知名博主长春国贸 也主动爆料 称余政和沈泰 其实相识已久 更曾在沈泰得到了电视剧 《恋了爱了男二号》时 放下豪言 称若沈泰愿意和余政工作室签约 他愿意砸下三百万 为沈泰在《恋了爱了》中 买下男一号角色 随后 《新日再见》记者 联系《恋了爱了》的工作人员 对方表示 他们曾经的确接到过 买角色的电话 我们当时戏在筹备的时候 筹备阶段的时候 是有接到过一个 姓渝的先生的电话 然后他说是想买 戏里的男一号这个角色 但是我们的戏 因为很早就已经定了 是颜宽来演男一号的 而且就是公司在最初筹备的时候 最初策划的时候 也就决定说 这个戏是要自己独自去拍 不需要任何的这种赞助 或者合作单位 所以也就很直接地拒绝他了 然后再也没有第二次的沟通 究竟这位于姓先生 是否为于正本人 目前尚不得而知 但据知识人士透露 于正不仅认识沈泰 而且两人交情很深 之前关系非同一般的两人 之所以反目 的确是由于角色问题 于正原本承诺 给沈泰的角色不翼而非 导致沈泰怒火中烧 只能通过拳脚相向 发泄怒火 据可靠消息称 即将开拍的电视剧 云中哥 原定由于正工作室的 陈晓 饰演男一号刘富林 沈泰饰演男二号 据爆料 目前陆毅很有可能 加入该剧出演男一号 陈晓则退而求其次 出演男二号 这样一来 原定男二号的沈泰 与该剧无缘 这才引发了这起恶性事件 新闻在线采访报道 于正 沈泰事件之所以被大家关注 无外乎因为他们是 娱乐圈中人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